身體全部會癢 不管是環境的關係 不曉得身體全部都會癢 在台灣老人租屋成了房東眼中的黑名單 宏基一時的房市名言 年輕時不買房老了租不到房 成了正式寫照 許多弱勢長輩在找房的過程中頻頻碰壁 長期被租市場排擠 本集最有最新聞 隨著重陽敬老結將至 將帶你一起來關心 許多弱勢長輩最渺小的夢想 能有個遮風避雨的窩真的好難 這棟位在台北鬧區的老舊公寓 一樓隔成12間不到兩坪的雅房 每間月租高達5000元 在這裡的租戶大多是75歲以上的老人家 像這爺爺就是其中之一 房內一張簡易的木板床沒有對外窗 堆滿雜屋的狭窄環境道盡心酸 華山基金會的社工帶我們再往裡面走 爬上五階樓梯就是12名租戶共用的檢疫未遇 對於行動不便的長輩來說特別辛苦 曾是街友的鄭爺爺住進這裡兩年 儘管有兩個兒子但他終究還是一個人生活 養兩個兒子沒有給他拿過一毛錢 官司打了一年多這樣 最高法院判決下來要扶養我 每個月要付錢給我 我也不擔心我寧可把這些錢去幫助 街友或者有困難的人這樣 鄭爺爺的收入扣掉租金後生活費所剩無幾 但能有個遮風避雨的窩他已經很滿足 我經常幫助街友 經常到樓山市去默默協助一些老人家的 自己過得心安利得這樣 個人的生活環境跟理念 人生關注一樣 我倒是很樂觀 我自己覺得快樂就好 高大九成的房東不願租給年長者 原因是怕欠租甚至老人家生病過世 即便政府提供租屋補貼 但想拿補貼得先找到最小3.95坪有未遇的空間 許多被租屋市場排擠的老人 只能刮居在低廉狹窄的惡劣住宅 長長的樓梯一同往二樓 遠處的燈光 那是七十五歲陳爺爺的家 大概多少錢 大概二十塊 二十塊 大概二十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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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房間工作難以為生 現在他仰賴政府補助金過活 斑駁的牆面 泛黃的家具 看得出房子年代久遠 陳爺爺和朋友合租 房間內兩張床就緊淋著 他在這裡一住就是十幾年 身體全部會癢 不管是環境的關係 我不曉得身體全部都會癢這樣 陳爺爺靠著一個月七千塊的補助收入 扣掉房租五千三百元 負擔沉重 儘管中間找過其他房子 卻發現不是租不起 就是被房東拒絕 頻頻碰壁 我要拿六千塊 八千塊去做 做八千塊要整個六千塊 我領六千塊就沒辦法 找不到 現在台北市沒有辦法 三千塊出房子沒有辦法 現在三千塊不在做房間 最終要八千六千 要拿一錢 無時就睡得了 多受過這種挫折的老人家長者 他們來我們這裡通常也都會 就是很受傷 他常常就會說 我年紀大有錯嗎 我又不是付不起房租 而在同樣的租金市場中 弱勢長輩卻無法與黃金客群 上班族和學生競爭成功 一直被拒絕的結果 就是長者只能選擇 越來越差的物件 像是地下室或是年久失修的老房子 也有人默默吞下房東 坐地起家的要求 一番數據 倒進所有年長者租房的窘境 崔媽媽基金會今年協助 一百二十幾位長輩找房 成功率卻只有一成 其實他們不用擔心老人家簽租 他們補助只要穩定 他們不會有簽租的可能 老人家簽租的機率真的非常少 台灣社會住宅保障比例分別是 七成留給一般戶 三成留給弱勢優先戶 而有民間團體就提出社會住宅 存量不足的情況下 照顧範圍卻極寬的問題 而目前社宅居住年限最高持有十二年 對高齡長輩來說是以待隱憂 政府他們自己興辦或是包租代管的這些 就是政府騰出來的空間 照理講應該要讓會有 社會排除問題的弱勢者來租用才對 所以其實整個社會住宅 70%保留給一般民眾的這個 其實是我們就是站在社福的角度 我們覺得其實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措施 照理講像香港或荷蘭 他們的社會住宅就是百分百保障給弱勢 那一般民眾其實就是拿經濟補貼 他們可以到市場上去找房 為什麼不把那個比例把它拉平或是拉高 照顧多一點的弱勢者 十二年這件事情 真的是要好好的想一下 這些人到底要該怎麼樣去 讓他們有一個穩定的居所 而不是就是把它推到市場上去 讓市場去審核他們 然後把他們排擠掉 就譬如說生長者老人家 對他們這種居住問題真的需要國家來照顧 而且市場的整個機制就是 一個不合理的狀態 所以國家更應該要強力的介入這樣的一個體系 國家應該要承擔這樣的責任 那才是一個根本解決之道 採訪過程中我們發現 因為居住環境惡劣 許多長輩不喜歡待在家裡 擾文家居務定所不僅對身心影響很大 也讓社福資源無法順利發揮 擾文安養各方面若沒有超前部署 極有可能隨著台灣走向高齡化社會 貧富差距將更加嚴峻 而我們更得思考台灣政府 有沒有可能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最後這新聞我們下次見 歡迎大家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支持我們繼續做好節目